阿们 愿寻求圣鼠的人满心喜悦 你们要寻求大能的圣鼠 时常享用天养他的慈言 殷父及子及城城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在圣经九月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先知出现 那这些的先知就是来劝人 来劝人悔改 因为人悔改 天主改变他的计划 要惩罚人的计划 因为人悔改 天主改变他的心 但是只有两个先知 就是美瑟跟亚茂斯 他们在天主面前 天主本来已经决定了 要毁灭犹太人 但是他们来告诉天主 天主你一定要悔改 你一定要改变你的心意 不要惩罚这个民族 所以在今天我们听到的 等一下我们要听的 这个就是美瑟 本来天主已经决定了毁灭这个 因为犹太人因为他们败了欧像 他们败坏了 但是美瑟求天主 你要放弃你这样的决定 你要宽恕 如果天主能够改变 他毁灭人的计划 我们人呢 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意念 我们也需要放下 要改变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我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仁慈的上主 但愿这世顺哉起 使我们痛改前非 努力向上 求你也恩赐我们 忠诚地 坚守你的诫命 洗心革面 迎接愉悦清洁的来临 以上说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万 阿们 公读出古迹 那时上主 迅士 梅瑟说 你下山去 因为你从 埃及 领出来的百姓 败坏了 他们很快 就偏离了 我指示 他们走的道路 他们驻了一只金牛 朝拜他 向他祭献 并且说 以色列 这就是 领你们出 埃及的天主 上主又向梅瑟说 我看这人民 真是直奥 你就让我向他们发怒 消灭他们吧 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 梅瑟求他的天主 上主 息怒 说 上主 你为什么要向你 用大力 用强硬的手臂 从埃及领出来的子民 发怒呢 为什么使埃及人说 他恶意的 领他们出来 要在山中 杀死他们 从地面上 灭绝他们 求你息怒 撤销 要降于你子民的灾祸 求你纪念 你的仆人 亚巴郎 伊萨格 和以色列 你曾指着自己 向他们启示 我要使你们的后裔 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我所说的 那整个地方 必赐给你们的后裔 作为他们永久的基业 于是上主撤销了 要降给子民的灾祸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当你对子民施恩时 求你纪念我 上主 当你对子民施恩时 求你纪念我 他们在 在核勒布 在核勒布 铸造了牛肚 崇拜了雕塑的神像 他们用吃草的牛肚 取代了荣耀的上主 上主 当你对子民施恩时 求你纪念我 他们忘记了 拯救他们的恩主 在埃及 行过奇迹的天主 他曾在 韩邦 行过灵机 在红海 做过惊人的骑士 上主 当你对子民施恩时 求你纪念我 若非他所选的 梅色出现 在地裂时 站在他面前 求他平息怒火 他早已下令 将他们灭除 上主 当你对子民施恩时 求你纪念我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天主这样爱世人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使所有信他的人 得到永生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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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度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 耶稣对犹太人说 如果我为自己作证 我的证 我的证据不足平行 但另有一位为我作证 我知道他为我作的证 足以平行 你们曾经派人到 若翰那里去 他就为真理作过证 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 我提起这事 只是要你们得救 若翰像一盏亮的灯 你们只暂时享受了 他的光明而高兴 但我有比若翰更大的证据 就是我父所托付 给我要完成的工程 就是我所做的这些工程 要为我作证 证明我是父派遣来的 派遣我来的父 亲自为我作证 你们从来没有 听见过他的声音 也从来没有看见过 看见过他的容貌 你们也没有把 他的话放在心中 因为你们不相信 他所派遣的那一位 你们研究经典 因为在圣经中 可以得到永生 正是这些经典 为我作证 但你们不愿意 到我这里来获得生命 我不求人所给予的光荣 而且我认得你们 知道你们心里 没有天主的爱 我奉我父的名 而来 你们却不接纳我 如果有人 因自己的名 而来 你们反而接纳他 你们既然 彼此寻求光荣 而不寻求 从唯一天主 而来的光荣 怎么能相信我呢 不要想 不要在父面前 控告你们 有一位 控告你们的 就是你们所信赖的美色 若是 你们相信美色 必会相信我 因为 他写的是 关于我的事 如果你们不相信 他所写的 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平安 刚才我所听到的 是跟前面 还可以做一个联系 也联系 是从 礼拜二 礼拜三 昨天 今天 都是 可以联在一起的 我 最近被邀请去 参加一个 演习会 参加一个 读书会 以后呢 有一些的讨论 一个下午 以后呢 我看到了 这个人 要带领我们的 这个读书会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可以去参加吗 他是怎么样的 他是 以后呢 我就找了 到了那个 Google 打了他的名字 去看了 在YouTube 就看到了 他这个人 他讲得很棒 以后呢 看到了他的背景 以后呢 看到了很多很多人 对他的评论 是怎么样的 我就决定 我一定会去参加 这个人 研讨会 犹太人 也是一样的 他们听到了 耶稣 他昨天 我们所听到的 耶稣讲的 我父工作 所以我也在工作 我父没有休息 为了赐给人的生命 他没有休息 我也是一样的 在安息日 我也工作 我父 审判人 我也是一样的 我重复学习 我在安息日 也做这个工作 审判人 那这些在场的 犹太人 可能就会问 你讲的是真的吗 我们怎么 可以相信你呢 你有什么证据 让我们相信你呢 因为我们知道 犹太人就是需要 这个的证据 那一个人 来做一个 见证还不够 应该至少 有两个人 所以耶稣 他在跟他们辩论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一些的证据 我所讲的是真的 我跟父是在一起 我与父 我与天主是同等的 我们所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那这些的证据 第一 他就这样了 是若汉 若汉 若汉来了 你们也派遣人到若汉那里 若汉也作证了 他为真理作证 那真理是谁 耶稣基督 他自己是真理 所以若汉也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 那后面我们听到了 耶稣就说了 其实我不需要若汉为我做见证 我自己的工作 父所派遣我完成的工作 也为我自己做见证 他在安息日 他说了一句话 你走吧 这个人就走了 就醒来了 他本来瘫痪了三十八年 耶稣的一句话 这个人就被治好 这个就是一个证明 天主应该是在他身上 他自己的工作 为他做见证 那如果他们还不相信 他自己的工作 天主也为他做见证 那天主虽然他们就没有看过 但是如果他们读圣经 每次所写的这些的经典 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 天主的声音 天主他说的 每次所写的 也每次所说的 就是有关他 自己有关耶稣基督 他来了 完成了每次 和今天所预言的 所以他说 你们需要证据 为了看见 我所做的是对的 现在我提出了 这么多这么多的证据 但是我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 我知道你们的信 你们不会相信我 虽然看见证据 在他们面前 他们还是不信 我想我们 我们要学习 我们就不要做个法利塞人 我们不要做这些的灵修们 看到了一切 败在我们眼前 我们还是拒绝 我们还是不信 我们还是不接纳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给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意以生虫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也以你的旨意为卷神 让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笑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父玛利亚 其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其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其各籍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我们的取义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生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身心切得安慰者的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一切信仇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去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造成为同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家庭 祝你生命联 我们把一切三星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旅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们曾连统的土地山林高高 看我得知人生的真相 但是一次一次 我们还得失望 直到实现不过是怎样 直到一天你来 独钟遇见我们 将你可爱的胸怀唱入 我们就被吸引 唯入天美丽丽 得到人生的真实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